今天介紹這個益峰大廈 在這個土瓜灣落山道 變形金剛都在這裡取景 香港片很多槍戰片都在這裡取景 在這個 土瓜灣重建 這個地方是將會消失的 大家有機會就去逛逛 在這個土瓜灣地鐵站 A出口 向這個土瓜灣街市 落山道直走 大約五分鐘 就到這個益峰大廈 現在我們的右手邊就是這個土瓜灣街市 我們跟著這條落山道一路走 現在我們左手邊就是這個天后廟 繼續跟著這個落山道走 幾分鐘就到這個益峰大廈 在我們的右手邊 進去就是這個益峰大廈 益峰大廈的歷史背景顯示 他在過去幾十年裡 一直是一個吸引基層工人 和新移民的居住地 在五十至六十年代 香港湧入了大量的難民 而大廈則成為他們的避難所 大廈的價格相對較為中下 吸引了許多新移民在此落戶 同時 許多技藝高超的移民也在大廈內 開設了各種生意 如李泛美容 牙醫和跌打等 這些商業活動 為社區帶來了繁榮和多樣成 透過這些商業和服務設施 以及居民間的互動和支持 益峰大廈形成了一個充滿活力 和社區意識的社區 居民可以方便地獲得所需的服務 同時也能夠建立緊密的人際關係 這種社區精神和多功能性的特點 繫益峰大廈 成為一個獨特而有趣的地方 社區政策選擇 以及居民主婦 社區政策選擇 作為一名 社區政策選擇 社區政策選擇 公司 社區政策選擇 選擇 商業活動 選擇 選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